第八章 被管虫 会走路的柴草 衣冠齐整的毛虫 寒冬过去以后 温暖的春天来了 当我迎着和煦的春风出去踏青的时候 在残垣断壁里或尘土满天的路上 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一个很小的柴树在那里动来动去的 偶尔还蹦跳几下 要不是在满是阳光的大白天 我真怀疑自己遇见鬼了 可是死屋变成了活物 不由你不好奇 我小心地走到跟前 仔细一看 原来在这堆柴树里有一只漂亮的毛虫 它的身上有着黑白相线的条纹 它也许正在找吃的 或是在寻找一个能让它平安地变成鹅的安静地方 它用树枝做的衣服包住了身子 只露出头和六只短足用来走路 稍微有点动静 它就把身体完全缩起来 看来也是一个胆小鬼 我们一般管它叫柴把毛虫 它也是被管虫中的一种 被管虫因为身体裸露 又很怕冷 所以从一出生 它就会为自己建一个安全的茅草屋 在它变成鹅以前 这件茅草衣服会一直穿着 从不会脱下来 被管虫的衣服形状基本是一样的 像个纺锤 有一寸左右长 前边的细枝是固定的 后边是分开的 衣服的主要材料 是那种滑溜溜的 柔软又坚韧的 带着木水的小树枝和小叶子 再有就是那种草叶和柏树的 林片枝等 要是材料还不够的话 被管虫还会用一些枯叶的碎片 与碎枝来补充 总之被管虫不挑剔 只要能建造房屋的材料 它都可以用 而且一点不加修剪 原样放上去 为了行动方便 在往衣服上装新枝时 它绝不在前面放那些影响 它头部活动的树枝 因为这些树枝比较硬 会妨碍它工作 当树枝离它的前部还很远时 就被中断了 离它的头部较近的地方 是一种领圈 那里的丝带 是用一些碎木屑装饰的 这种材料很有人性 不会影响毛虫 向任何一个方向 弯曲它的脖子 在柴树的前面 可以容下毛虫 自由活动头部的地方 摸上去很柔软 那里是用纯丝织的网 外面包着绒状的木屑 这些木屑是毛虫 在割碎干草时得到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被管虫衣服的构造 衣服一共有三层 按一定的顺序叠在一起 最里面的是细小的林子 与毛虫的皮肤直接接触 第二层是碎木屑 做成的混合物 用来保护衣服上的丝 使之更坚韧 最外面的一层 是用小树枝做成的外壳 一般来说 被管虫都穿着三层衣服 但因为种类不同 衣服外面壳的材料 就不完全相同 讲究一些的幼虫 就用一些树干的碎片 细麦杆的小片 或是绿草的碎叶等 制成外壳 这些外壳因为制作时很精心 就显得美观一些 也有的被管虫比较偷懒 随便找一些干草就敷衍了事 这种衣服就显得很粗糙 慈爱的母亲 四月的时候 我抓到了几只比较幼小的被管虫 把它们放在铁丝笼子里 这时 它们还处在咏的时期 等待着变成鹅 可是 它们一点也不老实 总是精力充沛地动来动去 还有的 慢慢爬到铁丝格子上去 用一种丝的小垫子 把身体固定在那里 接下来 是几个星期的等待时间 我将和这些蛹 一起迎接六月的来临 六月底 雄星的幼虫从壳里钻出来 当然 它们现在不是蛹了 已经变成了鹅子 雄鹅穿着一件简单的黄灰色衣服 翅膀和苍蝇的差不多搭 边上还有细须头 身上长着像羽毛一样的处须 看上去非常漂亮 几天以后 雌鹅从壳里慢慢地爬了出来 它们的样子实在太难看了 你会觉得它们就是怪物 那种丑陋的样子 跟毛虫不相上下 它们没有翅膀 就像一个光溜溜 圆乎乎的肉棍似的 在它圆圆的体端 戴着一顶灰白色的帽子 在背中间的第一节上 有一个很大的 长方形的黑斑点 这是它们身上唯一的装饰品 与雄鹅比起来 雌鹅的确太难看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样子 就瞧不起它们 作为母亲 它们还是很称职的 当雌鹅离开它的永壳时 会把卵缠在里面 还把自己的衣服留给孩子们 雌鹅缠卵的时间很长 缠卵量也很大 一般需要三十个小时左右 缠卵结束后 它就会把门关起来 让自己免受嘈杂的干扰 这时 它已经找不到 可以把门堵上的材料了 没办法 这个慈爱的母亲 就用体端戴着的那点丝绒帽子 来堵住门口 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做了这些 雌鹅还嫌不够 为了让孩子们 有一个柔软舒适的屋子 也为了让刚出生的幼虫 找到合适的材料 包裹赤裸的身体 它还要用自己的身体 给孩子们再设置一道屏障 它在隧道里来回的跑来跑去 经过一番猛烈的震动和翻滚以后 它身上的绒毛被弄了下来 不幸的是 它也死在了新屋子的门前 渐渐地就干掉了 这位静止的母亲 终于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包括生命